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各国外长 周四呼吁为朝鲜核计划而展开的六方会谈早日恢复 各国外长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十加三会议后 发表了这个声明 本届年会与会国家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和十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在声明中 各国外长确认支持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无核化的努力 并敦促参与谈判的六个国家创造一个有利于对话和协商的气氛 六方谈判包括朝鲜 韩国 中国 日本 美国和俄罗斯 朝鲜在2008年放弃了谈判 但现在表示希望恢复会谈 然而 韩国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 表示平壤必须首先显示放弃核计划的诚意